对不起啊 我刚才电话里边说话 有点过激 我理解 不过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是真爱情 我真羡慕 舒敏 我有个事想求你 你说 你知道 朵儿跟咱们合作 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给了咱们咱只剩五百万 这五百万可不是小数目 咱们杂志社是不是能够崛起 可就靠这个了 小白眼的事我从来都没做过 就算你不为我考虑 你也得为朵儿考虑考虑 她还是个孩子 你想哪儿去了 真逗 我怎么可能让你做那事 我的意思就是 让你对她好点 别到时候让她跟咱们决裂了 我知道你憋屈 那谁不憋屈啊 那你说人朵儿憋屈不憋屈 他要家事有家事 要长相有长相 那追他的人多了 可是他就对你一见清晰 那你说他憋屈不憋屈 你再说何少友 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 那他爱的人却爱你 你说他憋屈不憋屈 就拿我来说吧 我在时尚圈 不说数一数二吧 也算有点地位 那我这不是 还第三下四地求你吗 我憋屈不憋屈啊 那我也有个事求你 你说 小雅的医药费是何少友店 我想从杂志社 把这笔钱支出来 先还给何少友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你刚进杂志社 就借了好几次钱了 我怕到时候不好管理啊 何少友不光是我的行敌 还是我的谈判对象 如果我拿了他的钱 我后边没法挺着腰板 跟他谈判 行 我考虑考虑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不过少友没事 只是最后苏小雅出了车祸 我现在在医院呢 其实少友也不想这样 您是不知道 那个周叔明把稿子一发 还怂恿工人们到酒店来闹事 造成了酒店很大的损失 现在劳动局也介入了 不但酒店的形象受损 而且经济上也损失几百万呢 那少友怎么样了 少友他 现在在医院陪塑小雅呢 阿姨你知道 现在酒店出了这么大的事 少友又不在 我一个人 我也不能说什么 又是个做下属的 你说让我怎么办 这个混小子 怎么胡逗到这个部屋上 不行 我得去找他 阿姨 阿姨您先坐下 你可不能去啊 您要是去了 他不就知道是我告诉您的了 他还不得恨我一辈子啊 可也是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不能任由他这么压下去啊 我就是不知道啊 我要是有主意 我也不敢来烦您了 这样 尽快落实你们的事情 只要你们一结婚 少友就不会惦记那个苏小雅了 否则呀 就越陷越深呢 可是阿姨 少友他会答应吗 娜娜你放心 这个事我做主 按道理来说 我是不应该帮他去做那个解释的 可是周淑明他威胁我 他说如果我不去他就跟我撂挑子 我想你也不愿意让他离开杂志社吧 你做得对需要跟我解释 对了 周淑明要跟杂志社借五万块钱 我没答应他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我的钱他不会要的 为什么 他有他的骄傲 我也不愿意让他在我面前低头 就算我们在一起了 他心里肯定也会不舒服的 多儿 他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帮了他 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我的钱他肯定不会要的 我也不能让他在何少永面前 觉得自己很卑微 你明白吗 我爱他 所以我理解他 我不理解你们九零后的感情 感情面前 又有什么年龄之分呢 那我借给他 借 不过我们杂志社最近资金真的有问题 你说我这次破裂给了周淑明 那我以后财务就不好管理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合同你签了 钱我会给你的 周淑明 你还是人吗 自己的老婆都能弄丢 你还是人吗 去除了 你还是人吗 我看你 干什么 聋来 来 放棄 这边 来 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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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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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们就要一个吧 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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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书鸣成心的样子 我想对她说 书鸣 对不起 但我发现话到嘴边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 也许眼前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只是遗忘 让这一刻快点过去 过去了 忘记了 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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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她妈 一会小明来了 让她照顾小雅 你就回去好好歇着 对 你也回去歇着吧 昨天忙活了一天了 正是腾出的时间来 让她们俩好好聊聊 好吗 好 那行 那我们就先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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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莉莉 怎么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担心你苏阿姨会把我赶出来 叔叔 您是小鸭的亲生父亲 现在小鸭出了这么大的事 无论他们怎么对你 您都是要来表达您的心意的 不是吗 是啊 一想到小鸭出了事啊 我心里就揪得慌 可是 一想到他们母女两个 对我的态度 我心里还甚得慌呢 他们对您什么态度 那是他们的事 最重要的是您的态度 您要是现在不面对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好 阿姨 小鸭 娜娜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小鸭 小鸭 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呀 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跟爸爸说需要什么 我去买 钱少德 你老婆都打上门来了 你还好意思来呀 你说什么 金凤打你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饶了他 我不会饶了他 你怎么个不会饶了他呀 你能干什么呀 最起码的 我能跟他离婚 我回去就跟他离婚 然后 我们在一起 你觉得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啊 我过去啊 是错过一次 可我不会再错了 你要给我个机会 你看看现在 你就是不为自己考虑 你要为孩子考虑考虑啊 我和你们在一起 最起码的 可以在经济上 帮助你们 钱少德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能得到我们母女俩的原谅 我就可以接受你 你对我们这几十年的伤害 难道用钱是可以买回来的吗 钱少德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叔叔 我看要不今天 你们就先走吧 阿姨 按说你们家的事吧 我是不应该参合 可是现在小鸭出了这么大的事 家里肯定就更紧张了吧 叔叔他虽然说别的忙帮不上 但是他至少能帮助小鸭 走出经济的困境啊 他毕竟是小鸭的亲生父亲 即使他当年犯下再多的错 现在他也真心悔改了 您看 您能不能就把过去放下 给彼此一个机会 娜娜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本来有件喜事想要告诉你 让你跟我分享一下 但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忍心说了 什么呀赶紧说 怎么了 我要订婚了 真的 和谁啊 你知道的 他妈妈说了 下个周末他过寿宴的时候 就把这事给宣布了 太好了 恭喜你啊 亲爱的 你终于梦想成真了 你真的会为我高兴吗 那当然了 我们是好姐妹啊 娜娜 你要跟谁顶会啊 男朋友 是不是非常优秀啊 嗯 我以前一直在尽力地努力工作 关心家人 善待老婆 我以为我只要真正对待生活 生活也会这样回馈给我 可是现在呢 我看到自己 一点点沉默在生活里 难道挣扎的结果 会是沉默得越快吗 哎哟 哎哟 妈 这也必须 哥 来了 请进 大脚大脚 没事 我先换一下 走走走 你那儿坐 没事 住着还习惯吗 背好 哥 你好 怎么了在这脸上 没有 我前两天撞了一下 这一定得注意安全 谢谢 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们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哥 我跟您说 我们不客气 有骂就直说 哎 哥 你看看啊这架里 背干净吗 干净 跟您说啊 这鸡脚赶了二骂 我说刚擦坐的 画盆 真好 好 俩没事就打扫威盛了 是吧 是这样 我来呢 我是想 我 我 我就说啊 你们这个 没气啊 一定要把它关好 注意安全 那是尝尝我们知道 好 没事 那那那那你聊 我就先走了 是这样啊 我呢 现在可能急急去用钱 你们能不能把下一个月的房租先给我 谢谢 哦 哦 那个 哥 嗯 说实话吧 我们现在手头也不富裕 对吗 宝宝 怎不富裕 明白 明白 打扰你们了 好 别 别 哥 别别找急走啊 别别 假立事吧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 打扰啊 您 慢走啊 谢谢 妈 我想去上个厕所 来 我带你去 我扶你去吧 不用了 来 我来吧 我来 你坐 你坐 好 慢点啊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来 给我吧 你坐啊 你坐 来 慢点 慢点啊 小燕 来 坐 来 坐 来 慢点 多从这儿 还点数 来 慢点啊 慢点 你醒一手啊 看着 行了 慢点 给我吧 阿姨 挂起来就行 小心点 没事 没事 行了 你好好养着吧 我先回去工作了 阿姨 我改天再看小样 你也别太辛苦了 让书名来换班 行 谢谢你啊 谢谢你来看小样 等小样出院之后 到阿姨家去吃饭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好 我一定来 娜娜 祝福你啊 谢谢你 小样 谢我干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就是最好的 行了 我走了 行了 阿姨 再见 慢点开车啊 好嘞 拜拜啊 好 吃手 给 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谢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谢谢你 谢谢 别歇我了 叔叔 好 我帮他 其实也是帮我自己 这话怎么讲啊 没什么 客气的话叔叔 您就别跟我说了 我还等着小样成为大老板 我好跟着沾光呢 小样 你爸爸 你爸爸 干吗突然跟我提这个人 妈已经想过了 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原谅他了 可是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爸爸呀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能把你给扯进来 你也不要因为我恨他 你也就恨他是吧 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妈原来 以为自己真的很强大 可以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可不知为什么 你妈忽然觉得妈 特没用 也许丽娜说得对 咱们应该试着 是不是给她个机会 也就算给自己个机会呀 以前她怎么没给过我们机会呢 小样 妈妈知道 你从小就缺少父爱 你吃了很多苦 有了那么多的温情 妈真的理解你 可是妈真的担心 妈你担心什么啊 好吧 妈要是在呢 你要有什么困的妈都可以照顾你 可是万一那天 万一那天妈不在了 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说明又对你不好 那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哭呀 妈妈 你看你都想些什么呢 您现在还年轻着呢 别瞎想啊 这不说明对我挺好的吗 你也肯定是好好的 乖乖的 别 怎么了呀你看 乖 来 来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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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淑明啊 你可是让我们破例了 不过也说得过去 毕竟因为你啊 报社今年 多了五百万的景象 谢谢 我会尽快还的 庄东已经交代过了 你借着的款项呢 会从你每个月的工资中 扣一半来偿还 直到还清为止 也希望你啊 能够理解 应该的 谢谢 杜儿 我希望将来我们不光是 事业上的好搭档 在生活中也要成为好姐妹 我们不已经是了吗 好姐姐 对对对 我们已经是好姐妹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定帮你达成你的心愿 周总 你还有什么要求 杜儿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 我是领了圣旨的 无条件服从朵的领导 老板指示得很明确 让朵自由发挥 我名义上是个负责的 其实啊就是打杂 你错了 工作上你还得好好保管 私事上你得给我打杂 好好好 一切听朵的安排 算我一个 你们是不是觉着 我就一乱花钱的富二代啊 我可告诉你们 虽然这次合作是为了周舒明 但我还是很看好这种推广模式的 对对对 咱们朵儿降门虎女 不可能光顾爱情不要事业 我们一定好好做 让朵儿爱情事业双丰收 对对对 好吧 都太声愿意了 你现在是不是很不想吃 我和老板主见 你怎么还要 你怎么会可以 你怎么会来 你惹人天主 你怎么会成活 你怎么会OOOO 我怎么不说 你教教我 反正我提醒你 别交台两只船就行 我是那种人吗 我这不是提醒你一下吗 我对朵儿现在是愧疚和感激 但这种感激 绝对不会影响到 我跟小雅的感情 我现在纠结的 是我不知道 该用一个什么方式 去跟朵儿把这事说清楚 你明白吗 反正你不说他永远不清楚 说肯定要说 但是得看谁来说 你是我哥了吗 不是 这话必须得你去说 我说说不清楚 他也听不进去 我 我凭什么去说呢 你客观啊 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去说 他能听得进去呀 我不客观 我不去 我说金家伯啊 别生气了 书名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我向你道歉 行了吧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 越大越不懂事 我们越希望他们好吧 他们就越出问题 周建博 我说你年轻时候是不是也这么风流成性啊 胡说 那你说这周春明他随了谁呢 我说尽量我 也许事情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孩子们的事就让人自己解决 冲出去 大人就别跟着脚步了 越掺和越乱 走 老板 哥 怎么样 嫂子 我这两天忙的也没时间过去看她 伤得不是很严重 你不用担心了 你跟后上说了嘛 我要见她 你进去吧 你别跟她再吵了 你 走 虽然我很讨厌你 但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谢谢 周淑明 这些钱我是为了小亚 跟你没有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再说了 五万块钱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可是对你来说 你省吃省用两年 你能省得出来吗 你以后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就算我省一辈子 这钱也是为我妻子省的 我跟我妻子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你怎么来这儿了 上车吧 我得去医院找小亚 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 你赶紧走吧 上来吧 我们好好谈谈 别谈了 你当你的领导 我当我的员工 咱们以后保持点距离感行不行 周淑明 你别搞得自己跟做贼似的行吗 我 我做什么贼了 你觉得我要真想缠住你 你还躲得了吗 那你 你想怎样呢 不是 我现在想怎样了 我只不过是让你上车 上那吧 83% 傅你知道吗 他会不会让你幸福的 你懂得怎么想要 你能不让他生气 你能不能不让他生气 你能不只要自發生 你能不能做大事 你能不能让他生气 那你就能让他生气 他妈敢 然后的那么你 我有回事 但你能不能把他生气 你说得上 我不爱你啊 我相信你会爱上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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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爱我什么呢 我有什么指着你爱 爱就足够了 你有才华 有责任心 有担当 最重要的是 你不贪图钱财 这些我都爱 而且你知道爱一个人 不需要那么多理由 如果我因为你 抛弃我的妻子 你还觉得我有责任心 我有担当 我不贪图钱财吗 你 不是 你 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如果我时间差不多 你也会对手 你的舅舅 对手 你那边对手 你还不担心 我可以让你 去吧 你还不担心 Zither Harp 老头子 你在这里躺了六年了 儿子有出息了 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咱们儿子了 老头子 我本来呀 不想干涉任何人做事情 特别不想干涉咱们儿子了 可是这次不行了 我要不阻止他 他就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了 就是我了死了 我也不会让他进我们家门的 我相信你也不会答应的吧 啊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老妞 在忙吗 找点事吗 我想请你吃顿饭 当然可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随时听从你的招呼 行 那你来我家吧 我给你做顿好吃的 好好好 我马上到啊 马上到 好 妈 回了一天了 回去吧 就是阿姨 要不咱们一块回去吧 这不有我哥呢吗 妈 回去歇着吧 好吧 你好好的啊 完了 还送我钱啊 放心吧 照顾好嫂子 走了吧 走 小雅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 我知道 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 但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其实我不需要你的解释 我知道你跟那个女孩没事 我也不想去纠结这些事情了 我只是没想到 失去孩子 会让我内心这么愧疚 可能 我需要一些时间慢慢走出来吧 对不起小雅 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心里面也恨不合受 我心里面也恨不合受 但不管怎么样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 都能够尽快地 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 原本一位 老天给了我一个礼物 没想到 他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 他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 你吓死我了 来就来呗 买什么花浪费 别的男人送花叫浪漫 自己老公送花才叫浪费 我不是你老公 不用替我上钱 行吧你就 自己找对坐 我这忙就好啊 这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要请我吃饭 算是吧 因为我有帮忙啊 我手艺挺好的 不用了 你今天就安心做你的大爷吧 大爷好啊 大爷好啊 好久没做大爷了 丫头 给大爷倒杯茶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是吧 要喝水自己倒 要喝茶自己泡 我这还有两个菜 马上就好了 等着开饭吧 你看我就知道 没有做大爷的命 坐 快点啊 嗯 餐厅开饭呗 嗯 好 每一会儿都都以让 你当天干預 你不给现一杯 车车车 Villa av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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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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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被再见伤口 渐渐是谁手勾了手 内心在滚烫都不愿再吵 终于手指套上了结婚 哭着笑着我用力鼓掌 来不及唱唱着最后一首歌 来不及说 来不及说只剩下实怀的 来不及说那句保险我只爱你的 只剩下实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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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装的快乐 只剩下实怀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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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